你好,我是Brian 欢迎来到烘焙厨房briancuisine.com 柑橘风味的日式青乳酪蛋糕 逐渐在加拿大热门的起来 对于向来深爱种乳酪蛋糕的北美市场 却是显得相当特别 而今天要为大家示范 这份以清爽柠檬为基础的青乳酪蛋糕食谱 完美呈现的表层没有列文 吃起来质地轻盈 且带着舒润口感的完整操作技巧 跟着我的say-by-step 你也可以轻松完成它 希望你会喜欢 这份食谱的完整配方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待会我在操作中会陆续提到它 它在操作里面比较重要的 这个日式青乳酪蛋糕 就是在食材的这个温度控制上面 为了避免待会后面的这个手忙脚乱 会有过长的等待时间 我建议大家就把所有的食材都称量好 放在室温这样子后面操作会比较容易一点 包含了待会水浴法用到的这个热水 所以你在刚开始之前就用这个水浴法的这个滚沸的热水 让它先煮开 待会的温度才会来得及控制 好接下来就是混拌所有的这个材料 第一个我们先准备一个这个 待会要做水浴法的这个加热的波 我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玻璃 因为如果你用金属的话 它可能会瞬间的温度升高过快 然后会有蛋液凝结的问题 用玻璃的话会减缓这个情形的发生 好所以我们就把常温的cream cheese奶油 如果先放进来 所以切成小定块状会稍微容易一点 这样我们也会快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个奶油放进来 无盐奶油 看现在都已经是一个非常软的这个质地的这个状况 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全脂的鲜奶 这份日日清卤肉蛋糕的最原始的概念 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柚子清卤肉蛋糕 不过因为我这里找不到柚子 所以我今天使用了这个黄色的香水柠檬来替代它 我会使用到1.5颗蛋 或你要味道强一点 用两颗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这个柠檬皮我只用了这个1.5颗 我比较喜欢清爽味道 不要让它味道太明显的跑出来 所以就这个部分准备好 就先放一边去 接下来混拌另外两个材料 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面粉 那面粉的部分 我今天使用的是中筋面粉混合了这个玉米粉 当然你可以使用低筋面粉 不过低筋面粉的缺点是它比较容易造成 后面加热时候的这个糊化结块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用中筋面粉混合玉米粉的方式来进行 把它混合均匀 基本上你用中筋面粉就不用再过筛了 如果是用低筋的话呢请一定要过筛过 好这是唯一的粉类材料 再来的话是我们的蛋黄 蛋黄的跟这个蛋白一样是在常温的状况底下 那我使用到了8颗的蛋黄 然后60克的这个细白砂糖 一样在这个时候先把玉纤混拌好 直接到质地均匀就可以 好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我们的这个发式蛋白霜的打发 发式蛋白霜的打发 我今天采用的是这个力士搅拌机来操作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手忙脚乱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力士搅拌机的话 你要用手持的电动打蛋器也没有问题 不过在打发的程度上稍微有点点不同 使用力士搅拌机的话 你把它打到介于湿性到硬性之间 如果你使用手持的电动打蛋器的话 我建议你把它打到硬性的发泡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常温的蛋白加进来 我使用了8颗大概是260克左右的重量 同样的我会先用高速的打发大概20秒 把这个蛋白的链接破坏掉以后再加砂糖 好现在它感觉上已经明显起泡了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细白砂糖 你可以逐步在打发的过程当中加进去 或者是一次加进去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力士搅拌机比较容易 所以我就一次加进去 好我把它打发到目前就大概有点硬性发泡到 介于这个湿性发泡之间的状况 打发完以后我们待会会持续用到它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去备用 那我介绍一下今天会使用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器材 使用的这个蛋糕烤模是一个一体成型的8寸蛋糕烤模 好大概是8寸8.5寸左右 然后呢我待会会在里面喷上防粘烤油 然后剪了一张完全符合这个原底面积的防粘烤纸 待会会服贴到底部 这是在烤模部分 一样建议大家预先准备好面的 后面手忙脚乱好 我待会来准备它 然后今天的这个水浴法会使用一个稍微有深度的这个浴 它会使用一个金属烤盘 然后比较重要是你这个烤模放进去的时候 你左右都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空间 让它的这个热循环比较好 不要选择太窄的 当然也不要过大 因为过大你水放很多的话 你整个烘烤时间会完全不一样 大概是你目前看到这个状况 那我现在就来进行这个烤模的防粘 这个已经喷了这个防粘烤油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烘焙烤纸扶贴在底部 那我们下一个步骤就开始来准备我们的这个水浴法 水浴法的操作第一个就是先把你的这个水浴的水 先把它煮滚 就是在冒蒸气的这个状态 然后把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玻璃盆放上来 然后缓慢的搅拌 把我们的cream cheese 还有这个奶油让它完全的融合均匀 这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这个水浴法的加热最不容易融化的就是这个cream cheese 奶油卤露的部分 所以你务必要等到这个奶油卤露 尽可能变成这个非常非常细小的碎块 或几乎完全溶解之后呢 再进行下一个操作 必要的时候呢 就改用这个手持的打蛋器来破坏它 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好 等我感觉目前的这个奶油卤露块 大概都是溶解完之后 应该剩下小的都是一些柠檬的皮屑 好 就把前面准备好了这个砂糖跟这个蛋黄 我们再把它搅拌一次均匀 然后在搅拌的状况底下 逐步把它加进来 不要让它产生这个局部凝结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就保持搅拌 然后把它倒进来 然后同样把它加热到逐渐变得浓稠 如果粘到边边的话呢 记得赶快把它刮下来 免得它产生这个蛋液的凝固 好 这个蛋黄砂糖加进去以后 要加热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你可以用视觉判断 感觉上它慢慢开始变浓稠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用温度计 它的温度一般是要超过60度 像现在的温度是大概是61度左右 那我在这个时候就把准备好 前面拌合好的这个粉类材料加进来 好 同样加进来之后呢 立即把它拌开 它会产生一些小结块 不过会随着拌开而慢慢的消失 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类似像我们在做这个面粉的这个糊化 它可以增加整个这个日式乳酪蛋糕的这个保湿性 面粉加下去之后 它就会变得浓稠的非常的快速 同样的我加热温度就控制60到65度之间 然后就可以准备关火 你面粉加下去 基本它的温度会下降 所以再给它一点点时间 好 你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面粉的这个浓稠度出现了 所以你在搅拌的时候它开始有纹路 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离火 也不要过度加热 因为过度加热它开始会产生这个凝结 也待会会在这个发氏蛋白霜里面不易拌匀 记得比较重要是 接下来你把它移开之后 事实上是让它继续留在这个水域的这个锅子上面 为了保持它的温度 所以不要直接让它离开 这样子可以保持它的温热状态 那我们就接下来后面的混搬操作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三个材料混合 包含了秤凉好的这个乳酪 你可以利用那个sour cream也没有问题 重点是要取它的酸性 而且要有一点这种半固态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先把我们刚才已经打发到 接近硬性发泡的发氏蛋白霜 再回到中速的状况 把它的这个质地再混合均匀 接下来我们就保持这个发氏蛋白霜 在打发的状况底下 逐步地把这个温热的奶油乳酪 这个面糊加进去 然后全部使用完毕之后呢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sour cream 或者是这个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优格 加进来然后保持它的继续混搬 在操作里面加入这个优格的目的 或者是sour cream的目的呢 是要增加整个面糊的这个微酸性 它可以破坏这个精度的链接 让整个蛋糕体的质地更为细腻 而且保湿的口感会更好 好当你混拌到你觉得质地完全均匀之后 如果你发现这个边边有一点点这个残留 中途不要停止 到最后再把它拌合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利用这个大型的这个网形搅拌头呢 把它把这个蛋白霜通通拌匀进去就没有问题了 好确定它质地都均匀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倒进我们准备好的 这个8寸一体成型的烤膜里面 好 所以记得我们刚才前面的防沾都已经做完了 然后倒进去的时候就一次下去 接下来的就是一整个操作的这个成败关键 就是如何避免表面的裂纹出现 所以请你准备好一个这个湿布巾 放在这个工作台面上 我们要利用敲震的方式把里面的气泡都震出来 所以做法呢就是进去之后平稳的端起来 让它掉下去 这个重复的动作大概需要80次到100次左右 你没有听错80次到100次非常重要 所以请记得花点时间做这个操作 好 所以我总共震了大概有快要90次左右的十次数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我们前面要准备好这个水浴房 放进去之后旁边注入热水 热水就是越热越好 然后高度要超过这个整个烤膜的一半以上 如果你担心这个放了热水之后 搬移危险或可能太重的话 这个加热水的动作可以在烤箱里面再准备 你可以不用在这个工作台上 所以我们准备好之后 要准备送进烤箱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到摄氏180度 华氏350度 这个烤盘一放进去之后 我们要把温度下降到摄氏165度 华氏325度 烘烤40分钟 之后把温度调降到摄氏150度 华氏300度 再烘烤另外45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现在是很烫的 所以你再放进去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 放进烤箱的中层或中下层都可以 那因为我们的烤箱 一般在烤箱门的部分的附近 温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这个水盘放进去的时候 尽可能推到底部 让它里面的温度越均匀越好 我们的这个烘烤的时间 在第二阶段我给它50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全程烘烤 总共花了90分钟 那现在的电源关掉之后 我会继续让这个蛋糕体留在烤箱里面 它今天现在长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们留在这个烤箱里面 至少要30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中途完全不要再去开烤箱的门 只要单纯把电源关掉就好了 30分钟以后让它更为定型 以后我们再把蛋糕体移出来 接去后面的操作 这是经过冷却的这个起司蛋糕 那我们现在就从水域里面把它移到网架上 那我们刚刚在冷却过程当中 你可以多多少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旁边这一圈开始有点点内缩 这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放到网架上 大概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 让它完全凉透 然后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把蛋糕 完美的从烤膜面移出来 清理乳酪蛋糕的脱膜有个重点 就是不要在表面留下一些痕迹 特别是像这一种往下的痕迹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确定它已经凉透 或是有一点点微温也OK 然后用一个这个脱膜刀 先在旁边画一圈 虽然它已经感觉上已经有分离了 不过我们要确定它没有粘黏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脱膜刀 先大致画一圈 确定它已经完全的脱离了 确定脱离之后 准备一个柔软的这个布巾 盖在这个上方 然后我们待会蛋糕体 会落在这个布巾上面 然后另外就是用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大片一点 比较轻的纸板 这样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就压住上面 然后底部就压着你这个烤膜 整个180度的翻转 然后这时候蛋糕 应该会落在你的这个布巾上面 希望我们今天是成功的 好 然后小心的垂直往上 漂亮 今天的状况非常的好 并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它反过来 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盘子直接覆盖 可是有时候这个盘子可能太重了 然后我的方法是先准备好一个圆形的纸板 盖在这个正中央的位置 就大概在正中央的位置 然后再翻转一次 它就会落在这个纸盘上面 所以你压的时候就是 双手掌心稍微给它一点点这个贴腹的力量 然后整个180度翻转 这样子我们的蛋糕就会非常完美地落在我们这个纸盘上面 那至于最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装饰呢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太过素芽的感觉 你喜欢它有一点这个光泽感的话呢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用现成的市售的杏桃果胶 就杏桃的果酱 然后呢用一半的杏桃果酱1比1 就是譬如说如果用20克的杏桃果酱 我就用20克的这个煮过的这个清水 微波25秒20秒左右 让它变成这种浓稠的这个浆状 它具有丰富的果胶 然后呢我先把这个刷掉 之后呢在我们表层涂上一层这个杏桃的果胶 这样它就产生一般我们在市售看到这个亮泽感 这装饰是不一定要有的 就看你个人喜不喜欢 那好处是它会有一点点保湿效果 然后有一点装饰性 然后整个蛋糕体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这样我们的表层的装饰就完成了 所以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切它 要怎么完美地切它 我建议大家准备这种带有一点点锋利的这个搏刀 然后要切的时候准备好一个湿布巾 一个湿布巾 然后这个刀子利用这个热水或是瓦斯炉 把它加热之后再来切它 那我今天是用瓦斯炉加热它 让它产生一点温度以后 我垂直上下切出来 这个切片才会是非常漂亮的 今天为各位示范这份柠檬日式青乳酪蛋糕的做法 完美地呈现青乳酪蛋糕特有的青油质地 特殊的操作方式以及水域法 让这份蛋糕呈现几乎没有毛细孔的细腻质地 如果你想要在每周收到更多的食博发布 欢迎加入布兰的食属俱乐部 Enjoy